配色固若金汤 其实聊起固若金汤这个配色的话 从KD四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年的七代 一直都会有这个配色的诞生 其实这个配色的话是勇士队在客厂时候 穿的一个配色也适合球衣做一个相互印 整个颜色的话还是挺亮眼的 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来聊一下整个鞋面的色系 其实这个鞋面的话会有一个独立的名称 叫Speed Fiber 一共有两组材料去构建而成 分别是网面还有PP模 大部分的地方还是用到PP模的材质 所有内侧的一个色系用到了网面的呈现 鞋面还是比较韧性比较粗的 而且穿起来的话强度也足够 在做一些变相或者说集体直跳的时候 整个网面也能减少发生形变的过程 其实整个色系来说保护性能不错的增加 KT7在脚踝的部分填充物也是非常厚实 穿起来有紧锁双桥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上面的话会有亮晶晶的一层磨砂材料 更加增加于鞋内的一个摩擦 提升整个紧锁感 这一双KT7作为克莱汤森第七代的鞋鞋 它整个鞋上当然少不了很多克莱的个人元素 鞋舌上面会印有ring的一个英文 它上面会有一个散卡的色序 不同的角度会分别显示 Hanta的logo 还有KT的logo 包括11这个号码 卡后门位置的话也会有固若金汤 这四个字与整个主题动人相互印的同时 也充满了什么中国风格 KT7总体搭载的是 弹科技超零件物理发号的材料 也是ETPU的株力 章起来的话整个极限 缓震极限是非常高 而且缓震的一个效果也是特别明显 特别适合大体重的球员 或者说大体重的投射党球员去穿着 KT7总体位置的话 也会有一层ETPU的一个刀边 它也是里面含有Smart SAM的吸震材料 更好地提升了整双鞋的缓震极限 而且也提升了整个保护性能 鞋底的话则是用到了 更加满膜的橡胶材质去进行呈现 而且里面的话还会有一块 来自于德国进口的尼龙纤维碳板 增压了整双鞋抗扭矩性 即使大力地去扭动 整个鞋子也是非常难去变形 这也是增压了整个鞋底的稳定要求 好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带来这一双 KT7固若金汤 要是关于这双鞋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留言